满满一整碗汤圓有红色也有白色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还把自己披在碗里面 吴思瑶祝网友幸福每一年 发问你最爱吃什么馅 什么汤底的营养 结果底下网友留言刷一排怒火 网友留言喜板酸吴思瑶 有没有包莱猪肉咸汤圓 送一碗给蔡英文 汤圓包莱猪肉馅 你全家大小都吃以表支持 汤圓什么馅都好 但不要莱猪馅 明年就要吃莱猪汤圓了 还有人嘲讽来一碗吗 网友总动员响应国民党北市议员 罗志强发起的劝善活动 1224投票以后才是真正的开始 就我所知已经有非常多地方的团体 他们在跟我联络 他们希望说能够让他们地方民意得以展现 所以他们也希望这些莱猪立委们 能够迷途吃反悬崖热热猪 不要再继续对抗跟所谓的背叛 就是人民的健康的托付 否则的话1224之后 我想就是我常说的那句话 当莱猪进口成为事实 割莱伟就是我们的义务 所以请这些立法委员好好想想 到底党意重要还是民意重要 民进党我非常了解 当你一次点名民进党的时候 民进党每一个人都没有压力 可是当你一个一个点名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民意的压力所在 所以这也是一个反应民意的方式 就是让每个民进党的立委 他不要觉得是藏在民进党这三个字的保护伞底下 就可以消失逆行 但是事实上大家眼睛还是盯着看 赶护莱猪就死当 罗志强发动悬崖勒猪留言加一 号召网友到挺莱猪绿委 脸书底下留言 要绿营立委正式民意 首先点名台湾头基隆立委蔡世英 第二波锁定北市立委吴思瑶 思瑶其实之前就点名过了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也肯定他在点名之后 他已经收敛很多 最近也比较少针对莱猪 开始做一些护航的发言 尤其在上次联席委员会 他找了一个借口 说要到屏东考察 没有去投票 不管是什么借口 你没有护航莱猪我就肯定你 但是这个表现请继续保持下去 12月24号就是院会的莱猪的表决日 我希望吴思瑶 你能够比照你的联席委员会 找借口不出席不要去投票 否则的话我也跟吴思瑶讲 其他的地方就我所知 包括基隆 包括像台中 都已经开始了民间的团体 在酝酿成立所谓的 罢莱猪立委的一个组织 也就是说等到12月24号之后 很多的罢免行动可能就会展开 但是只有在台北的吴思瑶 是我自己承诺过 如果吴思瑶投下莱猪的护航票的话 我就会发动罢免 罗志强盯上挺来 立委还给他们取了封号 嘲讽吴思瑶莱猪阿姨 苏小慧新北莱猪至尊 台中莱猪打手陈柏维 莱猪藏进人蔡奇昌 莱猪立委里面表现比较夸张的 还蛮多的 所以被选的人选还蛮多的 目前在取捨上也有一点困难 我先挑两个 我觉得比较优先也比较离谱的 其他当然包括蔡奇昌 大家知道当七成五名义 是反对莱猪进口的时候 她是非常嚣张的出来呛的 她说开放莱猪不会转弯 包括像苏巧慧像赖品瑜 还有包括像郑运鹏 就是说民进党其实许许多多的 莱猪立委的表现 大家都是点滴在心头 所以明天我会再公布新的莱猪立委 莱猪扣官进入国会深水区 12月24号表决9项行政命令 国民党立委12月23傍晚 办最后晚餐首夜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反莱猪联盟等团体都会参与 今天国民党会穷尽一切的力量 但是大家要记得 反莱猪这一项是一个无关蓝绿 无关政治意识形态 也是一个不分蓝绿 台湾长期高度民间共事的 一个把关时安的立场 所以在这边 我们还是要最后的呼吁 为什么我们要假动48小时 为什么在这种寒冷飘雨的日子 我们要夜宿街头 就是希望能够跟所有的民意 结合在一起 在最后一秒钟 都要能够挡下莱猪 国民党团 态度很简单 全力阻挡 用尽各种方法 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内 在立法院外 甚至明年8月的公投诉租 人民直接的力量 都要来党来租 这个是基本立场 好 那我们在24号要表决 所以我们23号 礼拜三下午5点半开始 我们就在济南路 就会集结民众 然后有举办了晚会 然后也举办了这个 最后的台湾猪晚餐 不能讲晚餐 因为我们经费实在有限 象征型的 蓝军启动摄运模式 在莱猪表决大战前夕 用最后的晚餐 全力阻挡 记者郭先生 李怡婷台北报道 中日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